大家好 欢迎来到北美维科学这个节目 我是维青 那么我们节目的目的呢 就是给您提供北美那些 你之前不知道啊 但应该有必要知道的各个方面的知识和信息 那么我们相信啊 不管你现在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 都需要了解这方面的内容 那如果你在美国的话 你当然需要知道身边的情况 而且是越多越好 那如果你在中国的话 那么我要说的是 你对美国了解的越多 会帮助你更好的理解中国 而且呢 你也会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从事更多的这个中美之间的各种交流工作 那么今天我们要聊的呢 就是这个华人在美国开的按摩店 我们呢 会请到行业的一个非常资深的相关人员 我们一起在节目中透露一些 那些行业中不为人知的内幕 那么我相信大家也都会很期待咱们这一期的内容 当然首先我要说的是 包括我个人在内有很大的一个比例的美国华人群 都对这个按摩店呢 有一个异样的眼光 尤其是我们想的就是这个按摩院啊 就是非常昏暗的一个地方 然后里面呢 可能除了按摩不做以外 其他什么东西都做 所以这样的一个误解 我相信也会对这个行业带来很多一些冲击 所以其实我来到美国这十几年来啊 虽然我经常看到有这个按摩店的招牌 但事实上我只是在一位中医朋友那里啊 做这个针灸和按摩过一次 那我必须承认啊 按摩确实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 但确实一般啊 我也没有想或者我根本不会敢去享受这个服务 那么今天啊 我来到了我们这个嘉宾他自己开的这个按摩店 这里确实出乎我一道之外啊 这里窗门几近 而且呢 这个每个按摩间 它的门呢 即使工作的时候都不是完全关死的 那么里面的只有一张按摩床 那我相信这和很多从未经过按摩店的同胞的想象呢 是不一样的 那也许我来的是一个假按摩店也说不定 OK 那么我们就有请这家按摩店的老板琪琪来给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 我是琪琪 我是在Vista开了一家按摩店 OK 琪琪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 那首先我想知道的是 您这边是一家正规的按摩院 你不提供其他服务是吧 是的 我这个地方呢 纯实以按摩手法来做 每一个客人 关键是以治疗形式的 对待客人 那么我估计我们的听众里面可能有一部分会感到一些失望 不过请大家可以耐心的听下去啊 因为这个仅仅按摩这个行业 也都有很多值得我们了解和学习东西 当然了我也会考虑到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八卦性的需要啊 所以今天我可能我也会多多少少问一些这个八卦事情啊 如果咱们琪琪老板不介意的话 OK那么琪琪老板您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您自己和您这个按摩店吗 OK 我是来到美国11年了 一直在从事这个按摩行业工作 我来到这个美国呢 就说我的宗旨就是怎么样来服务好每一个客人 客人高兴了 那我就是目的就达到了 客人减轻病痛是我的最终目的 那么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按摩院主要是以这个治疗或者是舒缓情绪 舒缓身心为目的是吗 对对对对对 关键是以治疗形式 有八卦啊 做埃救啥的啦 如果说客人有病痛啥的啦 我们都是会告诉员工啊 去着重做的一些位置 那么其实按摩它本身在美国是属于一个治疗的一个门类 就像针灸一样是吧 对对对对 它就属于是 我这边也做这个针灸这一块 但是我只是做熟悉的客人 像中国人呀 哪个地方属于疼痛 气血不通啦 我可以给他放放血啦 把把罐啦 OK很感谢这个齐介绍 那么其实大家应该能听出来 这个齐齐她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 那我其实认识她几年了 那么其实我个人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性格 所以有什么就说什么 这个不藏的椰子 你当老板嘛 这个齐齐据我了解 她之前是很早就开始从事按摩这一行 那么从之前是一个按摩师 然后现在自己开店 然后当老板 那么当老板肯定要作严一些大的方面 所以呢我就这个有必要向您了解一下 就是刚才咱们开场时讲这内容 就是这个整个社区对按摩店这么一个 是不是一个明显一个偏见 那这个偏见是不是对你们的这个生意 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呢 是的 有一些就是说这个按摩店呢 就是说开着头挂着头呢 就是说是正规按摩店 有好多呢也是说就是说做了一些非法的事情 对这个行业有所污染 那作为我来讲呢 我只负责我这个店 就是说全部是开门做工 要求客人要求员工非常严格 客人来的呢 就是不能说有什么动作 你想受按摩我非常欢迎 如果你说有什么想歪歪的 对不起 直接就退钱走人 那么这样的一个比例在您从事行业这么多年来 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行业呢 就是每一个按摩店呢 都会有这些有些就是不好的客人 就是说垃圾客人吧 就说你看怎么让对待这个客人 如果他是有想法的趁着这个钱 就只连受也不要受 直接就让他走人就可以了 在这一次你如果说没有这个服务 来为他做 他下次就不会来的 说说正规店养的是正规客 垃圾客人是来不了 进不了这个门来 哦 那因为有这个需求就这个市场嘛 所以我们很好奇的就是说 在所有就您了解这个华人开的这个按摩院 或者是亚裔开的按摩院里面 大概有多少比例是 他们还会从事一些其他方面服务呢 哦这个比例还蛮高的了 现在就说亚裔呢 就说韩国啦 日本啦 但中国啦 就说反正中国人的这个比例比较高一些 因为出现这些事情哈 你看这些亚特兰大啦 呃那个21岁的孩子枪杀啦 呃 呃 再就是佛罗里达呢 就说都是基本上的门徒都只想有在华人 呃 所以说这个这个比例呢 还是蛮高的 OK 所以这样的话 其实对你们这个行业本身就 尤其是要正规做这个行业人 其实带来很大的一个冲击 对吧 就是如果说就是不存在这些就是按摩以外的服务的话 其实你们的客人可能反而更多 因为他们对这个按摩并没有些其他异样的一些眼光 对吗 对对对 但是这一个行业呢 就说有的客人呢 你看我有一个客人 他呢 就是说呃 享受那种歪歪的 他到别的店去 他沾中累了的话 他还是到我店来享受纯种规的 这是我客人 这是透露给我的 你知道吧 我说 纯正规的按摩 我欢迎你 你知道吧 你只要有那种想法 我不欢迎你 所以说有这么一个客人 他是个日本人 就亲自给我讲了这个 他说为什么人家能做 你为什么不做 我说我就挣个干干净净的钱 说那个钱 我说我挣不了 我也没那脑子挣 因为我说我英文也不好 你规规矩矩的在这做 都可怕出事 不用说不规矩的 您刚才提到这个有日本的客人 包括您这个英文也不是很好 那么您现在就是从您从事这个行业来 或者咱们就说在您这个店里面 大概这个客人 他这个来源比例是怎样呢 就是他倒是有多少华人 还是多少美国人 还是其他的一些种族的 我这个按摩店的客人呢 基本上美国人多一些 别的地方还是有少 日本人呢 也就是好像5%吧 美国人75%以上 这么高 对 那就是达人嘛 那就是墨西哥人 还有那个菲律宾人都有 那如果这样的话 其实华人真正 您的华人客户在这个 您这个客户里面 这个比例 其实真的并不是很高 我这里边从开业到现在吧 华人都能数得过来 也就能进来五六个 也是做餐馆的 就送外卖的 累了跑到这边来享受一下 这边老美比例很高 那这个是不是跟您所在 这个区域本身有关 因为这个区域Vista这儿 本身华人所在比例 就不如像稍微靠南边一点 更高一点 就以前您在南边工作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些就是 按摩店他们这个 华人比较更高一点呢 对 圣地亚哥那边 南边呢 就是华人多一些 再就是北边多一些 我在中间的呢 就是说美国人多一些 因为我是在这个 卡斯拜这个纽带 卡斯拜啊 Vista 史蒙古斯啊 这是 哪边的客人都能够到 其实我觉得这样很好 就是这个在美国 这个华人服务行业 你不能把这个目光 紧紧的局限在身边华人 因为确实 我看到咱们这儿的 很多服务行业 不管饭店呀 然后这个装修啊 理发 这很多大部分 大家都只能去服务给华人 因为首先这个语言 就是一个很大一个问题 对吧 我们刚刚提到了 您的这个音乐不是特别好 但您怎么能保证 您跟这个美国人能正常交流呢 我当初英文不好 我就是在想了 这是美国人 他要是上我的店了 因为我开的是按摩店 我想他肯定不是来买衣服 也肯定不是来吃饭 那我就 肢体语言啊 加上英文啊 自己学啊 就是基本的按摩行业的英文 是没问题 与客人交流 你要说 要是会计行业了 行业了 那我就不行了 就是对准这个按摩行业的英文 是能对付了这些客人的要求 那么就是 不管是您也好 还是您的按摩师也好 就比如如果客人 他需要说 你在这儿 再吃点劲 再有点酸痛 这个这方面交流 基本都没什么太大障碍了 是吗 这个没有障碍 因为客人呢 一进来 是先要过我这一关的 我要先问他 前表格 你哪个地方痛 把它圈起来 有一个表格呢 就是站着四个面 正面 侧面 反面 后面 这一个人体 他需要哪个地方做 他就加强的话 就圈起来 再加上我的咨询 我就会告诉员工 哪里着重做 哪里用热食 哪里用药油 哪里需要把罐 就是这样进行的 客人做出来以后呢 非常的满意 我就是非常的高兴 这个确实我们之前 对这个行业不熟悉 我没想到 这个来到按摩之前 确实还要提供 这么多细节 这个也是靠大数据 来取胜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语言确实是 这个在美国打拼 这个华人 他面临最大一个坎 这个尤其我觉得 如果你们在这方面 可以迈过这个坎 确实面对的 就是未来这个前景 是一片光明 所以如果我真的觉得 华人 如果克服语言问题的话 真的可以 横扫所有的行业了 OK 那么这个除了语言之外 您在经营这个 按摩院的时候 还有哪些您觉得 很艰难的经历 可以和我们分享的吗 简单的经历呢 就是这个员工啊 你雇佣的员工啊 如果是好的员工呢 会让你很省心的 如果是不好的员工呢 是让你很费心的 你要费时间 费精力 费 费太多的时间 去观察这个员工啊 经常开门看看啊 是不是 做正规的呀 就是人员的调动啊 他来回跳来跳去的 这样的员工 所以说呢 我就有很费心的 去关注他一下 其实员工基本素质问题 其实在所有这些 服务行业里面都存在 当老板的都会 在担心自己的员工 他是不是很给力啊 是不是可以独当一面 是不是还需要自己来 操心所有的细节 但是这个的话 就是说 他可能会根据 他的这个收入是有相关的 就是说这个 你给的这个工资比较高的话 那么自然会留住一些人才 但是我们也知道 很多在美国这个服务行业 他的工资都不是特别高 所以这方面 您是不是可以稍微透露点 我不知道能透露多少啊 就是咱们这儿可以给到这个按摩师 一个什么样的工资的范围呢 我这边的按摩师呢 你看我这个这是老员工了 八年以前 这是我在兰霍亚开店的时候 老员工又回到我这边来 这些员工都让我非常省心 他们的手法呢 也都是有一批客人是跟着他们走的 典客也是特别的多 这一块呢 是让我非常省心的 老员工这一块 就是说他们也是用心去做 他们的工资都在六千左右上 哇 就一个月六千美元是吧 对 这其实已经远远高于美国的 这个收入中位数了 是吧 对 因为他们呢 我这个地方不是说跑量的 是打人头的 不是打人头的 就是说来了一个客人呢 就要给你减轻病痛 坐着人家舒服了 人家做完了 觉得这个钱没白花 做到治疗的手法 不是想让他放松了 就是专门打人头 来一个客人就坐住一个 让他99%的鬼子 OK 现在有客人进来了 七七老板前去照顾客人 那么我们来一段15秒钟广告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请大家支持疫情之下 遭遇重创的华人事业 海思美发 十年辛苦 南京一日风雨 米发 美发 与电话 88-292-0089 88-292-0089 地仲第四六八 vague kong at ystreet 离 ans 如果你的肩膀很累,这90分比较好,我给你一个$5的价格 不,我只需要一个时间 这个时间? OK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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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对 对 你需要一个帅子吗 请 好 明天 OK 很明显 因为这老员工用心去做 我给员工提値要高一些 比我周围的按摩店的 这些老板提的都高 我就觉得我的员工 用心去服务我的每一个客人 我觉得他们值得拥有这高的工资 那这个确实 那你老板其实也在承受 很大一个压力了对吧 对对对对 不过这个一样的客人 也是回头的多呢 员工有了我就有了 我的宗旨是先让员工有了 剩下的才是我的 对对这个其实确实 这个作为我们行外人来说 就是很多这种行那些辛苦 我们确实这个没办法想象 就是你要开这么一个按摩店 然后你就要给这个按摩师 很高涨的一个工资 然后能让他和客人都开心 那么老板才能这个挣到钱 但整个这个行业来说 确实还是出乎我们的要之外的 那当时您来到美国之后 是怎么想的要从事这个行业呢 我当初呢在大陆是有备而来的 在大陆先学的 学的呢我当初是在大陆只是说学了爱酒和八卦 呃刮沙还有那个针灸 但是因为我的英文不好呢 就是来到这里拿不到这个 就拿到了一个按摩 那我只能从事按摩就做不了这个 针灸开这个诊所 啊 在美国干什么有什么的 就是说我现在就说想拿到这个 呃中医诊所的来生 因为英文的问题 说是拿不到 您指的是这个针灸 针灸的这个执照 您拿不到 对对对 就是他的针灸执照 他对英文的这个要求要更高一点 是吗 对对对 我按摩执照 这个几个月就能拿到 这个针灸执照呢 要学三年 实习半年 说是这个呢 就是说难度大一些 我学了一年 那那个书就是一箱子 呃 因为我这个文化重度 也不是说很高 就就就觉得 呃 压力挺大的 啊 所以说就没学这个 就停下了 就开按摩店 开按摩店呢 就更没有时间去学这个 所以就把它放下 一直以按摩为主 啊 那如果这样的话 按照刚才这个按摩师这个收入 那您到老板呢 应该比他收入更高得多了吧 嗯 不对的 嗯 因为员工呢 给他提成高 小费他自己拿 他的收入比我高 啊 就是其实啊 跑去很多一些开销之外 就是 其实按摩师他拿的 就纯收入可能比你还要高 那对 那他一个小时 他一个半小时 你看像这个员工 一个半小时 大费我就给他提35 小费就40 因为一个客人已经赚70块钱 对对 也算起来 我当老板的 不如员工赚得多 因为就是雇的员工多 我才赚钱 嗯 对对对 如果你就一个人 还不如你自己当了 对对对 是是是 是这样的 那我想 您说这个 现在赚的不多 就总额上赚的不多 指的是在新冠疫情期间 或者现在 因为新冠疫情期间 我相信 您真的没有办法去开业 对吧 这个尤其是对这个理发按摩这个行业 冲击是最大的 那么如果在 咱们现在说 在新冠之前 在这个行业 这个收入应该还是比较可观的吗 那是 新冠之前呢 一个月 最少最少也得 一万二三左右 OK 就是说电力的收入 员工呢 也是比较忙一些 每天呢 有时候六七个 有时候忙的时候 就是八九个 那现在因为疫情呢 就是说 好多人 就是对咱中国人 就好像 武汉病毒 都不敢到咱店里来 因为咱是中国人嘛 一般他们也都知道 开按摩店 大多数都是中国人 开按摩店 就受到一定的冲击 一个是他们也不敢来 第二个呢 就是说 员工也不敢上班 所以这一个就是处于一个瘫痪状态 那现在这个美国疫情 逐渐放缓了 所以现在我看您这个生意 还是一直都有客人 所以现在基本上回复到 以前的几成了 哦 现在还有三分之二的客人呢 就是说 还是不敢回来 只回来是三分之一 因为这个 现在这个情况呢 一个是报税 也是个淡季 慢慢慢慢也许会缓解一些 哦 这个正好您提到这个淡季了 我这儿这个来之前呢 这个我在网上征集一些问题 其实就有一位朋友 一些网友呢 就问这个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还是蛮专业的 基本可以了解 这行业很多一些技术内幕了 就比如说 他们的一个问题是 就是在按摩这个行业 一般高峰期是在 每年的哪几个月 以及是一周的哪几天 然后这个客人 一般会选择哪种按摩套餐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 他是不是要从事这个行业 想了解一些这方面的 哦 这个呢 就是说 忘记呢 以前都是三月份 三月十五号就截止报税期了 一般都是五月份以后呢 就开始忘了 那今年这个疫情期间特殊 就是说 五月十七号才结束这个报税期 就说是就往后拖了 啊 就说 今年如果要忘的话 就在六月份以后了 因为报税退税 美国人有的钱呢 他就开始花 他现在就交税的期间呢 就把钱都花空了 没有钱了 说是就开始来淡机了 今年这个忘记要到六月份才能忘 啊 OK 那可能有一些国内的朋友 这个不太了解 就是美国呢 就有这样一个报税经济 就是每年这个美国在四月十五号的时候 然后需要个人去主动申报过去前一年的这个税收 那么如果说你需要补交税 你还得再补交钱 如果呢 你交了过多税 你还可以得到这个退税 那么这个很多人他一般都会过多的交这个税 这样的话他得到这个退税 这样的话得到退税 他收了有钱了 他就可以拿出来花了 所以这就是刚才齐老板说的这个 过了这个报税季节之后 这个生意就慢慢又忘起来了 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对对 OK 所以说现在就说 如果 如果忘起来的时候呢 就是说美国人 不管是什么人 他都会过来享受 就说他都会来享受90分钟的 甚至两个小时的 你看到我店来享受这些客人呢 基本上都是90分钟 两个小时 一个小时的也少 因为他是一个小时做治疗的话 根本做不完 因为他一开始要全身放松 就需要15分钟 热食需要15分钟 全身的热食 就说这一个个的过程呢 需要90分钟是最完美的 也是客人做得最舒服的 OK 那您这样说的 我想立刻放药话筒 咱们就去按摩一半 因为其实 这个我来之前 还有另一个朋友就问 这个人工这个按摩 和这个按摩椅 有什么区别 老实说我自己按摩呢 我自己按摩经历 就人工按摩经历 不是特别多 我家有按摩椅 但是呢我自己总是觉得这个按摩椅是远远不如这个人工按的这个到位 这个这方面的话您可以给我们再介绍这两个这个区别 那机器按摩呢 它没有手指头那么细 有些骨缝吧 机器是进不去的 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 你有些这个肩胛缝啊 你必须用大拇指来拨 但是它这个机器呢 就没有那个功能 他就说那个 有些穴位呢 这个机器是点不到的 那咱这手呢 就可以点到的 这个点到穴位了呢 全身的肌肉放松 全身病痛也能减轻 但是它和机器是不一样的效果 但是它的精准度也没有那么精准 它只能给你肌肉放松一下 大面积的给你放松一下 但是真正的深层次的 它还做不到 其实刚才您这个讲的这个股份啊 这些我听的都是非常非常专业 听下来就是确实比这个机器的要诱人很多了 那其实昨天晚上我们在一个群里 在聊这个这个按摩这个事情的时候啊 就有个朋友说 他在其他的一些按摩院里啊 按的就是基本上每次按下来以后 他就没办法走路了 我不知道这个是一个正常情况 还是说这个有些客人 他确实追求一种这样的一个感觉呢 那不能走路呢 就是可以做伤了 也许是做伤了 但他可能就是 他说他不能走路 其实他在享受这个过程 有的时候并不是说按摩师 他这个手劲过大了 就有的时候他会确实在享受这种 这个可能是一种心理或者是生理上一些需求 他这个问题是怎么的 有些你有些按摩呢 你过力了也不行 你那个筋呢 他必须用手指去拨的 你压是压不透的 你知道吧 这个血部必须是点的 如果做伤了呢 可能会给他把筋做伤了 做伤了呢 他肯定会痛 就是这个 有好多的方面 也许是 这个客人啊 本身他就这个腿有问题 这个东西分一分为二来讲 如果他有问题的话呢 那就不能说用底层深层的 最深层的力量来给他做 这样就会把他的筋给做坏了 把肌肉就会给他做伤了 OK 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适合 非常非常deep的内症 深层的按摩内症 OK 了解了 那其实刚才 就顺着刚才那位朋友的问题啊 就他问了很多这个行业 也相对比较 就是从事这个行业里面 需要知道的一些这些问题 那么我相信 其实也有很多人 在随着这个疫情的减缓 甚至之后结束 很多职员父亲在家 包括按摩师 包括有一些人想投资 那么他们也想从事一些 这方面的一些行业 那么从您这个 从事这个行业这么多年来讲的话 就是如果说啊 有人说他自己也想开一家按摩院 那您觉得你会建议他这样做吗 我会全力以赴的 把这我所有的这11年来的 来到美国的所有的经验呢 全盘托给他 我会帮助他 教他 这个没有问题 只要你有需求 我就会全部交给你 大家都听到了 这齐老板是非常非常热情 非常愿意帮助大家的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认识他好几年了 然后呢 我总是觉得这个人是非常值得信任的 但是就是说 如果说咱们现在回到刚才这个问题 其实我的本意是说 因为任何一个行业都有一些门槛的 对吧 但并不是说 就是随便任何一个人想进入这个行业 他都能把这个行业能做好的 对吧 那么这个事情 比如说您在这个行业里做了十几年了 对吧 那么您自己到现在能做这样的规模 其实老师说你是有自己的一个特质的 对吧 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坚持到这个地步 然后呢 又能去勇于去面对很多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英文的问题 对吧 刚才有客人进来 应该去交流 但是我相信有很多在美国的华人 他没有办法去做到您这样的一个程度 对吧 虽然不是那么流利 但是至少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心 去跟别人去沟通 那么这方面的话 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 所以我真的想问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说有一个人想做一个按摩院 那么您 在您眼里来说 就或者这样来说啊 就是做按摩院 失败的可能性 可能有多大 哦 这个呢 你如果说想开一家按摩院呢 嗯 反正我 以我的经验也没有失败 那我想呢 我可以把我的经验告诉你 你知道吧 就说你要想开这家按摩院 首先你要了解这个 这个区域 人均收入是多少 啊 如果收入三万的话 一年收入三万的话 他没有钱去享受按摩 对对对 这是定了 对吧 生活都难以保障 是吧 再去看一看 车流量是多少 嗯 嗯 上超市去查一下 看都是服务人群 都是什么人群 嗯 是老美区啊 还是墨西哥人区啊 还是越南区啊 嗯 还是印第安人区啊 你要先检查一下 这个啊 那你要是说要上战场的话 你要首先要具备枪啊 对不对 对对 所以说你要先把这些了解好了 啊 三四二后行 就说投资呢 要投着 就它稳健一点 不能盲目 啊 嗯 我的建议是 如果说有想学的呢 我可以全盘都交给你 怎么样去做 怎么样去做 嗯 嗯 啊 肯定只能胜利 不能失败 哈哈 对 这个话说 我非常非常喜欢啊 就只能胜利 不许吃饭 对 就和马云说的 马云说 只要不死 就往死里折腾 等会儿会让他们说个明白的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是这样 这个确实人要有这样的一个坚持 这样一个不服输这股劲啊 这个 只要你有这样的一股劲的话 我觉得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的啊 嗯 那您这个下一步 这个你看见美国这个 大概也都是慢慢接种了疫苗 然后疫情呢 我们希望啊 乐观的估计 它会在21年的下半年 可以继续的放缓 甚至渐渐的消散 那么您下一步有什么样一些打算吗 嗯 下步我准备开一个美容室派 还是把那个 我不是已经把那个美容院已经关闭了吗 就之前您曾经有一个美容院 对对 拉米萨那个美容院已经关闭了 就因为疫情原因吗 对 疫情期间呢 就说员工啊 这两个老美 雇的两个老美美容师 疫情期间这一年三个月 就是直到现在一直没有上班以前 啊 说说也也就是因为他们不上班 也就是促使了我 必须要去学一个美容证 啊 没有他们 我还可以自己上班吗 对吧 说说这也是我现在要准备学美容证 准备开一个十帕店 啊 在东山再起 啊 在哪来摔倒 在哪爬起来 啊 啊 就是说这个新冠疫情期间 您曾经又投资做了一个美容院 但是因为疫情来了 所以你不得不把它关掉了 对对对 所以现在就是如果说疫情很快结束 您可以继续再再做一个美容院 对对对对 因为那个合同也到期了 正好是三月三十号到期了嘛 啊 那现在呢 就说美容设备什么都我都拉回家了 啊 还要继续再开一个美容院 开一个大型的总和性的十帕 啊 原来我那个美容院有按摩啊 有脱毛啊 有美容啊 嗯 啊 这么一个十帕店 啊 就是因为员工呢 没有上班 啊 疫情期间呢 全部关闭 嗯 所以说让我 不过我也感谢他们这个老美的员工不上班 才让我有今天有这个动力 去学美容来 算是 哈哈哈哈 啊 不过也感谢他们 没有他们 我还没有想到再去学一个这个证 啊 现在就是 嗯 洞山在一起吧 我想那个 呃 也许在明年 这个十帕店很快就会 起来 啊 我我我老说 我从个人来说啊 我是非常 非常非常相信这个店 只要你去努力去做 肯定又能做起像现在这个 按摩链这样的一个规模 一个这个前景 嗯 对我要是开这个美容院呢 我这个规模是很大的 比这个要大 这个呢 现在是2600吃 我那个美容院是3000吃 啊 我现在基本上目标已经定到这个7000吃以上了 因为要开一个大型的石卡店嘛 啊 因为我要是做那个上爱旧床啊 嗯 各方面了 就说嗯 规模是特别大 嗯 也是比我那边那个店也是繁华的 嗯 那您现在这个要看美容院的话 那您自己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一些搭档 一些合伙人嘛 那还说您就自己 那再如果说要是自己的话 是不是有很多一些主力 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是需要合伙人还是需要一些资金 这个您可以说说吗 啊 那个我要做这个石判呢 我要这个面积非常大 要有股东的 啊 要股东 嗯 因为我目前来说基本上已经定位了 啊 这个美容有美容的股东啊 按摩有按摩的股东 美甲有美价的股东 美发有美发的股东 OK 啊 必须这五个股东呢 呃都得在啊 因为我现在就是一个人的能力呢 就是打理的这个店 没有能力去管理那一店 对对对 啊 有些呢 输要投资的呢 员工啊 只负责投资 不负责店里的任何事情 到了月末呢 分红 分你的工资 嗯 啊 有投资的 有投那个技术的 啊 这个大型的按摩店 大型的石判店 嗯 OK 那其实我现在已经对我们就是明年啊 大概这个时候的这个话题有一个憧憬了 对对对对 每年的话咱们再来聊一些就是聊这个美容院这个做的这个经历 没问题 是吧 嗯 而且老说我我觉得就是听了咱们今天的交流啊 我相信也会有很多朋友 这个话也在四五十分钟 哦 独动的那个大标点 嗯 独立的停车位 嗯 了解 那这个独立的停 独立的停车位 独立的这个这个建筑 嗯 但那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到时候压力会比较大 因为这个的 那对手投资二十万 啊 OK 对 好了具体的这数字我们就不在节目里面去 对对对 这个当时如果有人感兴趣的话 他跟您去交流啊 也许没准他们说更多 对对对对 OK 那OK 那现在呢 我我这有含有些问题是就之前网上有朋友感兴趣的 我可以一个一个来问一下您 嗯 我们其实经常在就我们周围这个华人的微信群里面看到有人招这个按摩师啊 但是很多的这样的按摩店他说他希望招这种夫妻按摩工 那他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嗯 我现在这个老员工就是夫妻狗嘛 嗯 夫妻狗有什么好处呢 嗯 一个是挣钱呢 嗯 高一些 因为说 嗯 如果说老婆上工了啊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一个男的或者来一个一般就是夫妻工就是来了女客男的做来了男客女的做 嗯 为什么呢 嗯 因为他这个每一个按摩店基本上都是这样他不挑的他如果他别挑的话就有那同性恋了嘛 男的让男的做就好像那个同性恋似的嘛 可是同性恋必须就是当然我们不歧视同性恋啊我们不歧视但是毕竟这个数量是少的 那您这样做的话就是在我们传统观念来说就是一心按摩女士给女按摩师给男客人去按摩这个倒是我们将见但是如果有女客人来他会愿意让一个男按摩师来按摩吗 对对对因为他觉得是男的力大嘛因为女的基本上是奸累一些他操劳嘛男的基本上要了一些啊 基本上就是说百分之九十是这个习惯啊就是说来了女的基本上都是要男除非是呃女的提出来不要男的做啊 呃 呃百分之九十基本上都是男的做女的哇哇哇哇这个情况你看就是我们 也都是百分之百的这个按摩店也都是这样安排的 你看这个就是又是我们在这行业之外的人不了解的我们总是觉得这个按摩师应该大家都是欢迎女的哪怕女客人也希望女按摩师 这个这是您给我介绍之后我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这个女客人他其实希望男按摩师来给他去按摩 对对对有几个别的呢就是说像我这个夫妻公啦就是说那个来了客人是夫妻呢 嗯嗯在喀布房间呢就说女有的女的愿意让女的做男的愿意让男的做啊对这个正常这个可以想象啊 对有的呢也是想让他交叉啊啊啊啊也有个别的啊啊要想交叉的凡是多一些就说很少有男的让男的做女的让女的做啊啊啊就是很少那其实呢这个夫妻公其实怎么说你相当于马力正义就是我还是希望看中这个男技师 哦对但是那您刚才提到就是这个收入这边呢不是说在美国不是说很吃香啊这个按摩行业啊就说让女的做的比较多一些 那就是从这个客人比例来说是男客人多一些还是女客人多一点 我这边就是女客人占三分之一男客人占三分之二啊OK那其实这也就是这个消费市场的决定了就是它的需求是要求女按摩是要更多人因为他们要对付客人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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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这边来的呢就是说女客人就要两个人一起来的呢都给她优惠每个人优惠五块钱OK 所以我就喜欢就是说这个夫妻一块来做按摩 因为我也有两个couple房间 就是为这些夫妻来准备的 了解 那还有一个朋友他是高通的 高通是咱们圣地亚哥在最大的一个IT行业的公司 有很多很多华人同胞在那工作 以前很多人也就是拿高通这个保险 因为保险是可以帮他们支付按摩的费用的 那有个朋友就说 这个现在就您这样是不是可以 就是使用他们的保险来做按摩呢 我这个地方是不收保险的 因为这个营业执照这个性质在这里 我不是一个中医诊所 中医诊所是可以 对中医诊所 针灸是可以收的 但是现在目前来说 就是说高通呢 基本上也很少有人去诊所 就是他不看我这个保险了 就是他的保险不能去帮你去做这个按摩 对 如果针灸呢 针灸是可以的 可以做针灸 但是保险他不负责给你做按摩 对 还是说他满了一定的这个这个数额之后才能做呢 高通是怎么的 他是满了3000块钱 你必须消费了3000块钱 好比你今年按摩花掉了3000块钱 剩余的高通给你报销 就是好比你花了6000吧 3000块钱你自付 那个3000块钱高通给你报 了解 所以说现在就是因为这个诊所也不看我这个保险 所以说现在呢 就是说诊所现在生意也不是说很好干 因为他们这个员工就觉得我拿了3000 我可以上任何一家按摩店去做按摩 我这一年这3000还用不了的 对对对 对吧 我就拿了我的一年能用6000块钱 他就觉得那个不合算了 对对对 如果说你一年必须要花满3000之后才报销的话 那3000的话平均一个月就要将近300块钱了 对吧 这300块钱 咱们下周围价位是怎么样的 我们这个价格是60块钱一个小时 要是大力呢就是65 90分钟呢就是平常就是90 就是regular massage就是90 你要说拉伸做深层的deep 那就是95 90分钟 其实昨天有一位朋友啊 问了我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说是美国人他们开的按摩医院 包括一些其他的亚裔开的他们的收费要更高一点 咱们就是华人开的这个是不是跟其他行业很相似 就是以低价去竞争的 人家是这样做的 我不是这样做的 因为我呢总是比别的按摩店价格收费高 我觉得我这个技术值这个钱 我不会去把我的这个员工的这个劳动力啊 把那个什么我店的形象给因为把价格打价格占 我是不可以这样做的 因为我是治疗手法 他们收50的时候我这边就收60了 他们收40的时候我这就收55 那就是现在市场价就是在您这个 对市场价就在我这个价格上 60上 他们也慢慢的都涨到我这个价格上 对那我觉得这样好 就是那我们不要把这个华人做这个生意做的太贬值了啊 就是总是让觉得就不管你现在的国籍啊 到底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 那至少你是Mail in China 对对对 对吧 你是中国出来的 那么你总是用一个低价去抢这个市场的话 总是会让人感觉这跟从中国来的这个商品一样啊 这个价格很低 但是呢他又对低价格的这个商品 总是有一个这个低质量的这样的一个默认期望 这样的话就把整个这个在美国 就华人整体这个形象会拉低一点 因为就想你们啊 只能提供一些低价和低质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所以我们是非常希望可以看到 就是说你可以把质量提上来 而更更重要的是你把这个价格也能同时提上来 对吧 这样的话至少让别人感觉到 哎 因为很多人他消费的时候 他是根据价格来来来判断的质量 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 那我在没有尝试过你这个服务之前 你这个价格定的高 我可能就默认为说你提供这个服务要更优质一点 所以如果说大家都在提供这个很低价位的这样的服务的话 那么自然大家会认为你的服务只要是一般的 也认为你提供水平很高 但是你的价格太低 那么大家也没有机会去了解你这个服务到底有多好 对吧 所以我觉得您这个策略是非常正确 而且我们都应该去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 而不是相互之间用低价去竞争 对吧 对对对 你看我这边这个价格高呢 我吸引的客人呢都是高价位的 也都是上档次的客人 对对对 他们的收入也非常高的 小费给员工呢也是非常高的 那你价位定的低呢 你就收纳那些低端的客人 对对 那我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高有高的好 低有低的不好 你看我这边呢 就是因为单店是纯中规店嘛 你看他们买了一瓶卡 过年过节啊 母亲节啊 都把这个卡送给老婆啊 送给子门门嘛 都能拿出手去 对对对 你知道吧 都觉得一来这个店 给你一种感觉 是不是是一种放松治疗性质的嘛 说说的朋友传朋友 亲戚传亲戚 就这样的客人来的就是源源不断的嘛 对对 我觉得您这个讲的非常好啊 就是刚才说这个可以送这个礼品卡啊 就把这个做成一种高端的一种享受 对吧 然后如果你想 逢年过节给朋友一个礼物的话 完全是可以给他送给他一个按摩院的这样一个礼品卡 这样的话他可以来这儿得到一个非常享受的一个过程 这个我觉得您讲这个非常非常好啊 这个就是从事这个行业 很多年真的用心在做的人才能想到这些 这方面的一些这个的宣传啊或者是扩展 政治服务啊这些方式 对对对 你看我这个还有优惠活动呢 就吸引了不少的退休人员啊 所以说呢有这么一帮的就是说退休的老太太啦啊 每次上次的做个脚啦做个身体啦啊都也是成为这么一个群体了 嗯啊一开始是很少的啊后来就觉得哎他传他他传他哎这大折我们退休了都去做按摩去啊比别的店呃就是优惠嘛 啊这只是这就是客人呢每一个生日都会发一个信息给他啊啊有一个活动送给他啊对对对 这些其实呃怎么说都是让你去啊继续把这些客人围在你身边这样一些方式啊这个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些营销的一些呃办法了 对对对呃我呢还有一个就是就是打的这个广告一年就是交三千块钱啊 啊就是smalli嗯每个客人的信息都输到这里边去啊啊输到这里边去呢就说霸台的个人的资料啊有什么活动啊啊有什么活动群发 那他们都就知道了就逢年过节或者您需要发通知的话然后给他们一个群体通知对对对对 所以家有什么活动对对对对那这也都是这个行业里面非常非常有用非常值钱的一些经验对对对对 奇奇老板都分享给我们了啊那么我相信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也有更多的一些问题但是咱们今天节目时间的这个关系啊所以呢今天咱们大致可能就呃介绍到这里但是呢如果您需要更多的一些内幕啊的消息或者呢您想和奇奇老板啊直接来当面去聊天去向他学习更多从事这些行业乃至成是整个这个华人服务业的一方面一些经验的话 那么您可以来到Vista啊这个地址呢我会发在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介绍里那您来到这里啊就可以跟他去当面请教啊当然了按摩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事情啊我也推荐您啊过来可以一边做的按摩啊一边的向奇老板请教那我觉得他会更开心的给你提供更多非常有价值的这样一些经验和建议的啊 那奇老板那咱们节目最后你还有什么想和咱们的呃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吗 OK呃大家好哈我这个最后做一个等总结哈就说我这个服务项目最拿手的是什么就咱中国的传统啊就说放雪啊拔罐啊爱旧啊呃你在我这就能找到大陆的感觉如果你以前享受过呢呃我想你要是有时间 呃可以上我这来享受一下啊呃可以上我这来享受一下啊呃我这来把罐放雪爱旧呃保证你来了以后呢是轻松给你做到治疗减轻你的痛痛特别是我这来有好多的也是按摩师啊啊呃上我这来享受按摩的都是朋友欢迎你们也上我这边来呃如果你的身体不舒服啊气血不通了 呃呃有什么问题我能帮上你的呃尽管说我都可以为你服务啊那最后啊我代表听众提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听众来到这儿啊说我们听这个节目来到这儿想去做一次按摩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优惠呢 啊这个百分之百的没问题呃首先打折百分之十啊那就是拔罐免费啊呃我给你拔罐以后呢检查一下看你的气血是不是畅通如果不畅通的话我可以给你做一下放雪疗法啊 这个是百分之百没问题OK非常非常感谢我们齐老板给我们提供这个优惠也感谢他今天给我们分享这么详细的这个行业内幕以及分享这么有价值的一些行业经验那大家呢如果想来这儿按摩也好想当面请教也好都可以来到他这个按摩店里面OK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给予更多的反馈和意见同时不要忘了点赞转发那么北美为科学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拜拜